曹操出生后 大臣们会怎么看 当然是表面上一口一口曹公子的叫着 但应该很少有人会觉得 他能有什么大作为 这人不就是典型的官二代吗 曹操与叔叔斗志斗勇果不出所料 曹操年少就是个机灵鬼 很有小心思 为人放荡 天天装侠客满街跑就是不务正业 在别人眼中 曹操完完全全被扣上了浪子的标签 这还没完 曹操满大街跑就跑呗 居然还喜欢飞鹰走狗 在午休假时总是吵得别人睡不着觉 曹操的叔叔看不过去了 就常常给曹操他老爹打小报告 曹松也纠结呢 这小子别给我抹黑了 于是总想着抓曹操一个现行 想好好教育教育 此时曹操心里也不爽 自己的叔叔太爱事了 于是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自己叔叔的时候 灵机一动响出一招而曹操突然装作面瘫的样子 哈拉子还从嘴角流出 曹操他叔儿一看就吓了一跳 赶紧告诉曹松曹操中风了 回到家中曹松问曹操 你叔儿说你中风了 曹操表示我本没有中风 但是我叔叔不喜欢我 因此总会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 曹松听说以后就开始怀疑曹操他叔儿 最后他叔儿在打小报告 曹松都不再理会了 而曹操也得意忘行了起来 最终 曹操通过不懈的努力 让所有人认为曹操就是个三代没有什么新鲜的 曹操当时不说是臭名昭主 但大家对他有成见是肯定的 所谓名声道低谷 触底反弹也就来了 在绝大部分人看不上曹操的时候 乔璇和何勇却认为曹操是个奇人 乔璇甚至对曹操表示 天下将要打乱 没有安定天下的才能是不能记事的 能安定天下的人就是你 此话一出 舆论哗然 根据卫书记载 乔璇还说 我见过天下民事有很多 却没有像你这样的人 你应该自持 我老了 愿意将老婆孩子借事托付给你 这句话更像炸弹 曹操的名声越来越大 根据卫警士与记载 乔璇除了给予曹操充分的肯定之外 还推荐曹操去找徐子江参加月蛋评 再给自己贴一贴金 曹操找到了徐子江 并且受到点评 随后更加知名 那月蛋评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曹操在月蛋评找到徐子江后 问徐子江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徐子江可能并不太想理曹操 一直不说话 曹操岂能善罢甘休 继续追问非要求的一个评价 徐子江在曹操再三询问后表示 子智是知能臣 乱是知奸雄 曹操听后大笑 而曹操被冠以一生的标签 也由此显于是 刺杀宦官领袖 其实曹操除了受到 乔玄的托付于徐子江的点评之外 还有一点可能是他名声渐重的原因 根据孙诚一同杂语描述 曹操曾经私自潜入张让的卧室 曹操要干什么 很有可能是刺杀张让 张让是谁 他可是灵帝最宠爱的宦官之一 而且灵帝没事常常表示张让就是他爹 而且张让的儿媳妇是和皇后的妹妹 可以说张让和灵帝与和皇后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让这个人是祸害朝纲的典型代表 连董卓都称他拙乱海内我们都知道 当时东汉末年存在所谓的党部之乱 那些是大夫和学子首当其冲 人们对于宦官专权 可谓恨透到了骨头里面 而曹操居然在敏感时期 前去尝试刺杀张让 实在是很拉风的举动 曹操混入张让府中 被发现后挥舞手挤 让张让手下不能近身 最后翻墙成功逃跑 被当时人评价为财武决人 莫知能害 假如孙成一同杂语记载的事情靠谱 按照现在时髦的话 正是超越预期KPI蹭蹭的长 曹操年少德行可谓浅漏 但他有个爱好 那就是读书 尤其喜欢兵法类的书 曹操曾摘抄朱家兵法 自己给所摘抄的书目起名为摘要 除此之外 还给孙武术13篇 都流传到了今天 银 义 quin 点